HAPPY BIRTHDAY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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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这真是连续的运作 您现在看到的真是2009年5月18日 在泰国的美南河上 大家为年生活活祝寿的欢乐景象 我们透过文宣也知道 今年5月连生活活 有太简免三活的旅游之行 为了让大家一睹为快 我们今天就来看这趟旅行的精彩内容 2009年5月18日 连生活活祝寿盛宴 师母怜香金刚上师 带领上师同门踏上旅游的角度 一同前往世界古迹圣地 减苦寨 我们一席人到达了 柬埔寨的仙子机场 已经着实感受到这里的 低点玉高温 现在我们就来听导游是怎么说的 目前整个柬埔寨没有新车 都是二手车 再加上 最近是我们柬埔寨全年最热的时刻 所以车子是 它的冷气是 抵不了天气的 那我们一般都撑到火候带的 早上7点的时候凉快 跟晚上6点的时候凉快 那在外面走路啊 在外面今天比较好 今天大概38度左右 在导游小林很轻松平常的语气 他告诉我们正常来说 白天的气温是摄氏40度 所以柬埔寨有两大教派 一个是佛教 另一个就是睡余觉 因为中午过后真的是太热了 之前我们就常常说 连生活活到达了某个地方 往往会有天垂异象的情形 这一天我们到达了柬埔寨 一下车进了饭店 同门曾耀全师兄 立刻就发现了不可思议的彩虹云景观 上面全部都有了 他好像一个人头了 真的 属胜了 真的 你看他才是这么漂亮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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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 紧紧了 漂亮 这样 我刚才看了 没有 你说有彩虹 但没几点了 但没几点了 没几点了 没几点了 不如来就出来了 你自己不出来了 我自己不出来了 很漂亮 你看这些彩虹是这样漂亮 这已经七彩了 我把口感到这样漂亮的彩虹 有蓝 黄 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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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天到达饭店 天空给我们最好的见面里 事实上这次的旅游 炎热的天气下 佛菩萨还是给我们很大的感应 比方说真的太热 师尊说来点云吧 我们的顶上就真的成了阴天 而且都是上车才下雨 下车就雨停 实在是科学难以解释的巧合 在柬埔寨的第一个晚上 没有冷气的餐厅 我们正体会着这里的美食 还有夜晚的高温 以及与我们相随的稳丑 对于接下来几天的旅游 我们充满了挑战的期待 想象的烟花 静静而不想 在你我心中 来到柬埔寨先帝的第二天 我们正式要进入如歌城观光区 由盛村连生活国带领我们 每个人都要照大头照 来带领门票证件 这真是新鲜的事儿 这个宣传战就是我们知道过去的高棉 在中国元朝的周达关 曾经南下发现了这里的真大文明 之后装写了真大封土记 而这里的艺术神庙 在这一两个世纪才没有遗址 现在的美国坞 更被列为世界保护的七大遗址之一 虽然历史的毁积 涌入了现在的柬埔寨 但是过去累年的战乱 信号环境的苛刻 使得柬埔寨今天 仍然是属于贫穷落后的国家 我们的宝石全部挖给泰国卖 全部卖给泰国 那边办营出张 他们为了兑换金火 在战乱那边就 卖给泰国拿回来 那以前因为这边它是蜜蜂的 结果祭拜的时候都是点火把的 点火把的时候 这些宝石都会折出光线出来 哇 独手宝石啊 对啊 这表面还高黄金的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师父不好意思 开个网上 我有看到一颗 在你手上 宝剑寺行李的宝剑 和强壮的宝石 当然早就被盗窃一通 若印度教有它的语境 我们在威哥城的神庙里 常常会看到的 那就是林家和幽霓 这是什么呢 那就是石雕的英俱和阳俱 我们在习乱乱沿路观光景点都会看到 甚至还有人对他前程祈祷 希望借由这男女的生命符号 能护佑这人们 得到神的祝福 所以林家和幽霓的地位 在这里可见一断 在这里可见一断 这里的孩子原本天真 年线小小就要拿工艺品出来讨生活 国语台语都会说 我们一行人被他们的人海 叫卖战术折服 众同门因而荷包失血 如果卖三块买金 让我们去接冰式贴卖 哦 咕噜 连声 连声 西地 西地 红 好 再一遍 哦 咕噜 红连声 连声 连声 西地 红 西地 红 或者是 翁 阿 红 翁 阿 红 翁 阿 红 要怎么拍 哇 哇 就这样吧 真的拍两圈的 强强的烟花 清静而无暇 在你我心拥有成名后 起爆你 柬埔寨仙丽市的第二天下午 我们正要去向微笑的高棉 这个名胜古迹前进 而且现在先要给大家看一看 给大家一个概念 吴哥窟不是窟 是寺哦 一般呢 人家叫他为吴哥窟 指的就是这个 可是窟是指在山洞里面 可是这个是露天啊 不是窟 因为大家发音错了 我们这边叫 I go what 就是这里 吴哥是 What 就是寺庙 而导游小林也告诉我们 从达松将军的庙开始 所看到的寺面佛 微笑的脸其实都是象征着 当初吴哥王朝的 嘉雅华曼七世国王的脸 他也是第一位把佛教 带入建造吴哥寺庙的领导者 而且当时全国的建筑 都不能超过这个石雕佛像的高度 可见得国王的权威 首都一定是可以带高 这边就不可以 这边所有建筑物不能超过它 第一个也是宗教问题 还要有考虑到 会影响到这边 所以就不给高楼 所以我们这里所有房子 都是两层楼三层楼左右 不能超过它 在吴哥寺庙可以看到 不同时期 不同仙女古道的雕刻神像 在墙壁上 象征着当时国家的兴盛 而柬埔寨人到今天 也有他们强烈的国家主义 很多的古迹 据说都来自古代高棉 是什么呢 那个义佛嘛 这是有路线可以找回来的 这是我们考古学家去考古出来的一个路线来的 而且不是我们柬埔寨人考古的 是法国人考古的 说是我们柬埔寨的 义佛 还有 正国之宝那个义佛 对啊 中国都是 copy台湾的 哈哈哈哈 义佛到底是不是 吴哥王朝的 我们不敢打枪 因为光是吴哥哭是谁的 泰国和柬埔寨 到今天都还有争论呢 泰国的教育里面 吴哥姑是泰国人的 真的 这真的 事实是这样 我们跟他吵很多次 就是为这句话 泰国人说吴哥姑是他的 他在了你这边两百多年过 说说他是他的 那以前呢 我们最好笑的是泰鱼导游 我们当地的泰鱼导游 带泰国团 泰国团 特别带到那种教育团的 他们就会间接在问这个 比较敏感的货点 那我们以前导游 有经常跟客人吵起家来的 因为民族荣誉嘛 就直接跟他吵起来的 那现在我们学聪明了 我们现在学聪明了 泰国人只要问到这个问题 因为我说 有人说 吴哥姑是泰国的 你们节目站怎么想 我们 我们导游说 只要你能回答出我两个问题 我就承认吴哥姑是你的 第一个请问 我们吴哥姑在哪一年代 很清楚嘛 十二世纪初嘛 我们整个吴哥王朝 从九世纪就起来了 第二个问题 请问你泰国的第一个王朝 是在哪一年成立的 没话讲的 十三世纪末嘛 你没法讲说是你的啊 你跟他讲说 不管 不管是谁的 反正我现在我收起就对了 没错没错 大家不要吵了 以后就教大家辨认 当我们进 吴哥城观光的时候 是向谁买票的 大爱是柬埔寨人 而且观光客每个人都厌名正身 所以我们很确定 吴哥姑是柬埔寨的 当然这是连生活活的幽默 柬埔寨之旅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欢迎您继续锁定 柬埔寨最大的露天博物馆 可以说就是吴哥城的巴戎神殿了 也有人称这里是大吴哥 我们跟随着圣尊连生活佛 欣赏这个吴哥王朝留下的废墟壁画 画中的种种浮雕图案 述说着当时的生活 战争 传说 以及国王的神权 据说大吴哥和小吴哥的浮雕艺术相较起来 西方人反而比较欣赏 这里粗犷的雕琢 更有艺术的深度呢 这是生少孩的画面 这是一个女生 那边来接生活 这边那个是代表房子的意思 我们这个出家人也在接生活 五公斤半 这边就是五公斤半 什么五公斤半 原来这位联祖上师之前 他可是印尼的职业医生 曾经在没有设备的情况之下 帮忙接身了一个五公斤半的超级巨婴 令人称奇 当然我们也相信这都是佛菩萨的加持 而在这里柬埔寨古皇宫的遗址 也非常难得的我们看到了 完整的释迦摩尼佛的佛像 他就在释迦摩尼佛的时间 也坐在这边很久了 那为什么这边的很多信徒 来这边朝拜的 为什么呢 我们这也很亲信的 这里在内藏的时代 所有国下的头都不见 我一尊没有想到 就在这里 虽然大家就相信国主很灵 虽然大家就必须要去朝拜 包括我们的国王 我们的国王 我们在这边朝拜一次 最早就是来这边 祈求佛主保佑国家 这是十六世纪时 所留下来的佛像 现在我们的位置 正是在吴歌王朝的皇宫领寝 巴戎寺 这里的建筑特色来自于印度教 空间在严格的方正中 追求一层一层向上发展 最高处就代表了须米山 我们一行人在这酷石岩壁中 爬着狭小到只能容纳 一只脚空间的阶梯 有人说没有攀爬过吴歌的高梯 就不能体会吴歌建筑的信仰 因为攀爬而上 不仅必须手脚并用五体投地 而且要专心一意 不能分心 圣尊连生活佛第一个抵达 但是却十分关心随后的弟子 加持着大家不会中暑跌倒 巴戎寺 有着穿着传统服饰的简朴寨美女 不过这里一定要拍照留念的是 著名的四面佛的微笑 也就是一般人说的高眠的微笑 仿佛空席母也在欢迎着 顿时连生活佛的帽子自动飞起 帅气潇洒地走向着千万人造访的古迹 留下了连生活佛的微笑佛影 而且圣尊说 我也有笑脸 是什么呢 那就是在连生活佛大拇指上的笑面鬼王呢 而在这整个大吴歌城 这样越来越陡直的四面佛尖塔 共有49座 每一个佛脸也等于是国王的脸 整个吴歌城在法国人殖民时期 就已经有计划地修补重建很多废墟的皇宫 可是这样的工程 真的是不知道耗时多久 像是您看到现在圣尊连生活佛所占的位置 您能想象 这就是古代国王登基的地方吗 国王的位置在这里 他不是露天的 人我们一生所放下的功果 都是元楼王记载的 所以就把元楼王作为他法律的代表 执法的代表 他是亚马斯带印度教理 他是第一个开通人间到第一的路 当时这个民间故事他说 如果你犯了罪 承认你有罪 国王审罚你不要轻的 就罚你盖庙座什么其他之类的 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有罪 就按照你的身上关到里面去 关三天三夜到七天七夜 不准备不准喝 活下来证明你是亲子 死掉神惩罚你的 三天三夜 二三天三夜 有的还不会死 这样子天气下关在那小屋里 三天能不死吗 四十度外面 这样晒 你说不吃不喝受不了的 在我们节目再来讲 你看那个中午那个温度多热 那个死定的那个 下雨 它以前是蜜蜂 导游小林说这只是传说 假如是真的这样定人罪名 也确实不公平 不过我们也很感叹的是 古时候的法律 人们看不清楚事实的真相 可是现在拥有文明 是非黑白 人们又真的看得清楚吗 先不想这么多了 我们就先往吴歌王朝 最高的地方去看个明白 那里据说可以观赏到 吴歌王朝的日落 那就是八肯山 这八肯山在游望期的时候 每天上面挤三千个 就是 就是够好够了 就像这样子 对啊 就像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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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上面呢 骨骑以后你觉得可以上就上 上不了就在下面做 因为它的楼梯是90度 直线 楼梯的宽度半个脚宽 这么宽了 但是它有七层 代表七重天嘛 我们一席人也好奇着八肯山上看日落究竟是什么景色 导游说从山下走上山大约要15分钟的时间 我们跟随着圣尊连身活佛 从早到现在 虽然热了一天 可是我们师尊 却依然不及不虚 走着走着 他还不时的回头 关心后面的师母 和其他的同门 八肯山上还有什么奇遇 我们下回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整个柬埔寨有80%是平原 所以先例式的八肯山这个不高的小丘陵显得格外至高 当然因为上面有着八肯寺 仍然以须弥山的概念层层建立 是吴歌城的第一座国庙 我们一行人赶着太阳还没有下山奋力往前 终于看到了目的地八肯寺 这里有非常多的游客爬上爬下 窄窄的阶梯只能容得下侧身的一只脚 我们一伙人正在犹豫到底要不要爬上去呢 圣尊连生活佛老神在在往另一个小丘上去 你看还是有西洋 这真是缘分的安排 圣尊没有爬上八肯寺 却在这个小坡遇到了高棉佛学院的僧人 他们主动向师尊合掌致意 我们知道东南亚的僧人 主要是以小圣佛教为主 他们的戒律也相当严谨 在吴歌城的八肯寺 能和高棉的比丘巧遇 连生圣尊也分外的喜悦 我们有五万学生 五万学生 全世界 你很爱我 我们有时间 可以去西亚特 很爱 在元珠 这位是非国家 investor 中国人 你能怎么来 对 你能发现电脑 你能发现电脑 你发现电脑 你的电脑 你帮他部区PEP 不是 他说我们对吴歌夫 这里的印象怎么样 他说我们对吴歌夫 天保教高 鼻子超高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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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咯 有很多木 哈哈哈哈 我超充滿的 連生聖尊與高棉的比丘 愉快地交流談話之後 並且一起合影 奇妙的是 這幾張照片拍出來 竟然出現像雪花般的 薄野光放光照片 令人讚嘆 其實這趟的旅行 跟隨著師尊 每天都會自然地拍出 有一些奇妙的放光照片 虛空中無形的世界 全在我們的相片記錄中 另一方面我们爬上了巴肯寺的最高平台 这里有着象征须弥山的高塔 如果天气好的时候 可以清楚地远看到洞里萨湖 以及吴歌窟 是视野相当好的观光景点 难怪大家要冒着危险也要爬上来 吴歌窟的夜晚配合着灯光 有着另一种神秘与浪漫 巴士摇摇晃晃地离开观光区 我们不急着回饭店 因为好不容易看到了这个 柬埔寨的第一个水果摊 也成为我们此行水果大战的起点 从此我们一行人与榴莲结下了不解之缘 好吃啊 好吃 就是什么 联身活佛柬埔寨之旅的第二天 刚好是母亲节 祝福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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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下 因为节目家没有这个节日啊 这真是最令人难忘的母亲节早晨 我们以为是为了庆祝母亲节 特别带我们来到了女皇宫 后来才知道原来女皇宫 并非曾经住有女皇 而是因为这里浮雕 雕工细致 有如出自女人刺绣的手工 所以它的高绵意思是 女人的城堡 甚至有无歌艺术之钻的美誉 到底女皇宫雕工的璀璨到什么程度呢 连生活佛柬埔寨之旅 欢迎您密切锁定 这真是最令人难忘的母亲节早晨 我们以为是为了庆祝母亲节 特别带我们来到了女皇宫 后来才知道原来女皇宫 并非曾经住有女皇 而是因为这里浮雕 雕工细致 有如出自女人刺绣的手工 所以它的高绵意思是 女人的城堡 甚至有无歌艺术之钻的美誉 当然受到了印度教三大神的影响 我们之前也说过了 沿途会看到很多的优尼和林佳 女皇宫这里也是 但是又有很多代表男女生命符号的 杨具和英具 但是杨具也不见了 那这边带你很多的冬季的 都有很多话 我们的家庭就要跳舞 从北边呢 在韩国看韩剂 在北京看金剂 然后在台湾就看台剂 日剂 在西方就看阳气 这个子弹打到这里 它整个石头就裂掉了 那另外一般的搬到博物馆去办 我们要把它弄回来 就是狮子 我们在女皇宫所建造的建筑 多是以红砖雕刻 内容多为印度神话和史诗 尤其是以狮婆神的故事最多 像是这幅浮雕的故事 正是狮婆神成全一个诚心的女子 这名女子为了避免自己的美貌 引来纷争 她向狮婆神求的是毁容 盛尊说 美容整形中心到处都是 还没有听过有毁容中心的 1863年柬埔寨变跨国殖民国 三年 听说那时候在重云里面是吗 在重云里面 这个整个仙利省 以前没有人住的 都是森林 我们柬埔寨没有打内战之前 森林面积占全国土地的74% 只有26%是人住的 现在呢 森林被开发到怎样很恐怖 现在剩下38% 有36%被砍掉 砍来去卖 都是吃素的人害的 把绿色的都吃掉了 他是砍那个好的木 来去卖 换均落 因为我们打仗嘛 你没有经济收入 他只是靠这些 这些自然的资源 去换均落 我们今天在出场有黑坛 红坛 花梨 幼木 我们参观着每个浮雕 导游总是很仔细地 为我们介绍印度教的神话故事 可是人物复杂的关系 有时候他自己都常常混淆 而圣尊却能随时慈悲地指点 导游小林 内心大为佩服 连生活佛 真的是考不倒的大智者 西瓦跟阿修罗王的战争 但是另外有一个版本是西瓦跟这个拉夫拉的战争 那个拉夫拉就是那个 拉拉就是彗星 彗星 也有很多只手 是 那阿修罗王本身 他就是一个天 可能是一个较坏的天神 是 那拉夫拉是 本身也是一个很 很不好的煞星 就两个版本 师尊以多种版本来暗示这神话的可信度 是非常慈悲智慧的 而我们的导游小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很像某个明星 原来他在柬埔寨有个外号 叫做小纳豆呢 您看像不像呢 我们再来看走这一趟女皇宫 对于工匠的细密图案描写故事的传神 细密繁复的石雕功法 在阳光之下显出他石材的光泽 让我们看透了这施工的严密不马虎 而且这里雕刻的仙女还被称为东方的蒙娜丽莎 可见得她们当时将女性之美做了最有力的表达 女皇宫的雕功艺术真的令我们印象深刻 不过天气真的是热得让人发晕 我们得赶快继续下面的行程 下面我们要去哪呢 这也是柬埔寨非常有名的变身塔 在上午接近十点钟 我们一行人跟随着师尊师母来到了吴歌城的另一个景点 那就是变身塔 什么是变身塔呢 是来到这里就可以变身吗 其实是在古高棉时代受到印度教的影响 人们相信君王死后 灵魂还会回到须弥山与神合一 那么当时的国王为了自己能够死后成神仙 所以就特别盖了这个神王一体的国庙 其实就等于是国王的焚化炉 他们相信国王驾崩以后 在此火化就可以变身 所以称为变身塔 在我们国王就是驾崩 吃饭了 驾崩了 驾崩嘛 驾崩死掉嘛 他也叫驾崩嘛 所以这里是驾崩的地方 国王烧的地方 死了以后在这里面烧 我们国王死不是叫驾崩嘛 驾崩 驾崩嘛 他也就吃饭了嘛 驾崩嘛 然后在哪边变身 就在这边嘛 就要变身 伸上去就在那 不过我们也听连生火佛告诉过我们 秘教的口诀 那就是合体和变身 而且不是死后变身 活着成就的行者 就可以变身度重了 所以来到了变身塔 好像冥冥之中 就有些感应要发生 因为在师尊站在变身塔下方的时候 天空的太阳呼应着 突然间现出一圈圆形的彩虹光轮 每个人惊叹不已 每个人惊叹不已 非常尊敬中原 记得第一天我们来到柬埔寨所看到的彩虹云吗 今天又见奇景了 我们每个人都拿着相机把握这个时刻 捕捉再一次见到的奇观 古高年时代认为君王死后摩拜神明就可以变身 而当代法王连身圣尊早已证明了红光化身 来到变身塔看到天垂异象 我们认为这才是真正变身中的变身 假如有看过古墓奇兵的电影 可能对这个景点非常熟悉 那就是有许多怪树与塔庙共生的塔普伦寺 是加雅华曼七世为他的母亲所建造的寺院 这些树木有油桶树 它们称为空心树 以及卡波克巨木 当地人称它是蛇树 树林本来就是柬埔寨的资源 您看它还可以吹出美妙的音乐呢 以前这些塔庙 当然看不出它们怪树会如此生长 而是随着时间古庙的荒废 树根沿着石头与石头间的缝隙 然后再窜出墙壁 顺势往上生长 就变成这般树包塔 也可称作塔包树的奇景了 而柬埔寨为了保护这些古迹不致坍塌 不能够伤害这些老树 索性呢就干脆任其发展 加上古木奇兵这部电影的大麦 这里反而成为人气观光指数相当高的旅游必经景点 长外呢 你看上面那么长 它应该会容易倒下来 但是由于它自己弃根 顶围自己 自然它树就会这样 我刺痛了 经常要把它剪掉 我说长成这样 回家就倒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边就有一点 可以了 这围墙 奇怪 那个墙旁边竟然先 那个缝里面竟然会长出一棵树出来 嗯 那可能有树的种子 它肺里面都长出了 嗯 然后都 经常用那个夹子把它剪断 对 那不然你如果把它担起来 那穿了 你会开 对风水来讲 这个房子旁边 最好不要种大树 那个根一串进去地基的话 对 好像串进人的那个身体一样 对 还有那个羊柳素 对 在塔普伦寺还有什么精彩的内容 连生活佛柬埔寨之旅 欢迎密切锁定 佛柬埔寨之旅 在塔普伦寺 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了开心塔 据说这里只要轻轻地拍打胸膛 整个塔假如有发生很大的回音 就代表你是忠诚 这个拱形设计的是 跟我们这边是 同一个共鸣点 就像我们的Eco那样是调花的 它是跟我们这边是共鸣点 然后我们在这边打这里才有回音 其他部位是没有的意思 它的这个共鸣点是这样的胸 胸胸胸胸 它这个是设计出来的 师母在这边 有三个地方有 巴荣寺的大吴歌城 还有这里还有小吴歌 听听 再看留意 师母才听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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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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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母好心示范 竟然发出这么大的回音 我们恭请师母再拍一次 有 这当然是连伸圣尊的幽默 事实上 对真佛宗付出最多 最劳苦的忠心弟子 当然是非连乡上师莫属 在柬埔寨还有一个特色 那就是什么都能吃 地上爬的 只要看得到的 哪怕是小墙 大蜘蛛 东南亚 大蚂蚁 蜥蜴 壁虎 一律不怕 通通可以料理下肚 我曾经说 可能一个多月都不好 就喝了两只 咖啡咖啡就好 什么是咖啡 就是地虎类的一种 隔继也这么大 隔继也这么大 很漂亮 没有就拿它剥掉皮 来煮中药汤 喝了两只就不可能 咖啡咖啡很好的 是那个季床病 他讲是季床病 咖啡吃了以后 就可以多吃几个老婆 哈哈哈哈 那是他的尾巴那一边 他尾巴会闪失 哎呦 好像有 一口一口一口 地虎的妈咖啡 哇 这就是蚂蚁 他们脚怎么出来了 他跟手比一下才知道 这厚大的 大小指头 大概小指头 两寸大 这么漂亮 在塔普伦寺 我们为了纪念这古木奇兵 拍摄电影的场景 天气酷热 大家可以说是迅速整队 合照团体照 好 不过 好 放我那边 好 我先放我那边 耶 好 可 可 来啦啦啦啦 在柬埔寨第三天的下午 我们要出发去小吴哥之前 导游小林很腼腆地 拿着连生活活的书 请师尊签名 至于他会不会皈依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个下午 我们一群人随着连生活活 造访世界列为七大遗产的小吴哥 小吴哥难道真的比大吴哥小吗 其实他们是以主建筑的大小来分别 小吴哥它就像个城中之城 周围还有护城河 宝殿的架构非常完整 我们从入口处进来 走这么长的通道就可以明白 而此时我们的导游小林 其实他内心是很忧虑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天空一直在打雷 这么旷野的吴哥窟 他很怕我们走到一半 下大雨的话怎么办呢 可是师尊连生活佛 一点都不担心 天空飘着云 隐约有着雷声 游客都显得寥寥无几 只有我们还悠闲的前进 造访着月球上看到 地球最大的神庙遗产 小吴哥 而且走在黄庙的大道上 大家开始有了很多的想象 那个马是关门走的 好像那个 老马 只看到白马那看到王子 那王子是新女啊 小吴哥就是Angle Rock 是1992年被列为世界遗产 它整体的面积大约有210公顷 外围的城墙共1500公尺 光是走这个正面的步行大道 就有200公尺长 这个建于西元1113年的吴哥寺 是由苏野拔摩二世所建的 主要供奉的是印度神志 匹师奴神 所以我们在最外围的塔垫 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一尊 高4公尺的8币与师奴神像 小吴哥的补进 最大的特色是它拥有 八幅共长四百公尺的 环城浮雕壁画 而吴哥寺的建筑造型 更被采用在柬埔寨的 国旗图层上 如果大家有看过古墓奇兵 一定记得有一个这样的场景吧 不过现在这个池塘 可没有船只来往哦 也没有船上的高棉高森 可是真的没有高森吗 不是的 我们看到了岸边的当代法王 连身活佛 像我们这边柬埔寨最大的节日 就是亡人节 就是在九月中的时候 记者的时候 音乐是阳历 阳历在九月中 它是按照佛力 每年大概在九月十几号那几天 然后呢 这三个月 从这个亡人节的前一个月 跟后一个月 好像就开始要闭关 不能出来 都靠我们老百姓来共同 他不能出来话语 那我们这边祭祖呢 是用超渡房 是东西要拿给和尚念锅经 吃过之后 祖先才拿得到 不像我们中国人是到福田去祭祖 这里不用去 到那个时候呢 那个寺庙就很多很热闹 很多人 我们柬埔寨人再穷 只要寺庙有什么 这个庙会 就会过去 多少东西都拿去共同 学下安居啦 学下安居要三个月 是 因为 那时候去乙季 因为乙季的时候 他害怕出来走路 会踩到那些虫子 所以他要 要闭关三个月 想结下安居啦 我们之前也说过 连生活佛一抵达吴歌窟 天空就开始打雷 呈现阴天的状态 而导游小林 本来计划我们来到 这个最佳拍摄景点 就是希望能够看到 美丽的夕阳景色 不过仿佛是天空 体恤着我们快要中暑的团圆 一行人的头上 始终有着大片的云朵 当作最好的遮阳伞 团景照通常都在这里 就在这里拍摄 拍摄景点 拍 拍这个背后啊 对 虽然没有了夕阳 可是没有那么热了 真是轻松许多 导游林志雄 眼看着天空密云又打雷 真的是很怕大家 变成落汤鸡该怎么办 一度不想要深度旅游 意思意思带我们逛一下就好 而圣村连生活佛 根本不担心下雨 就是看到你人间 应该带我们看哪里 你就看到 好啦 好吧 再往前面一点呢 就是印度所记载的天堂 吴哥窟会列为世界遗产的价值 这里的浮雕壁画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小吴哥的回廊里头 记载的大多是印度战争史诗和神话故事 最有名的包括罗摩掩纳 天堂与地狱 吴海翻腾等等 据导游说 吴承恩的西游记 还有可能是copy这里的猴王神话故事呢 中国古代很著名的西游记里面 孙武功 就是借用这部神话故事拿去用 这么壮观的浮雕艺术 我们也看到了后人家租在上的后遗症 那就是爱动手去摸 月下方的浮雕被摸得油亮油亮 大家个个没有身高像姚明那么高 所以摸不到上面 你知道他又都摸下面 其实那个 比较亮 但是呢 他的那个整个五官 那个角度全部被摸掉 我们每个古迹上面 他的种子都有天花房 是木桌的天花房 把上面那个最丑陋的那一层给遮掉 为什么我们在发现每个古迹的时候 每个走廊都有大量的税务 都有大量的税务 分化了那个税务 再加上在这里 法国找到两块这么大 完整的花魂的雕刻 木头的 所以让他确定 更有天花房的地方 所以让他用水泥做了天花房 柬埔寨固然曾被法国殖民 但说实在的 还很感谢法国的考古和维修 使得吴歌窟能保留现存的古迹 走出回廊 我们在东面的墙壁上 也看到了印度教重要的创世纪神话图标 也就是匹斯奴神平衡神与魔的拉扯 著名的搅动如海 为什么会有如海呢 所以这回终于要朝代表虚名山的塔庙前进 我们知道无歌窟是无歌城内唯一朝向西方所盖的国庙 背向日出的东方 这就代表着象征国王是东方唯一的神王 这种伶俐的塔庙也是旅游必到的景点 不过现在已经不开放给游客攀爬了 这全四个再加上来进门三个一共有十二个 它代表十二座的金山 十二个就是四大洲八小洲 加起来刚好是十二洲 代表宇宙 中央是西明山 东盛神州 西牛鹤州 北极卢州 南桿卢州 就五个啦 然后在周围又有八个 就十二个 中间的西明山不算 就一共有十二个州 后面有更多的资料 有资料 一般来讲他们州跟州之间都有海 这七个金山 七个汉 在小五哥小段就是七段 小城 这是代表七大 对七大 这边是南面 这边呢 这边是欧洲人借钱做给的 五哥库这样给上去呢 这么多游客只发生过两宗 一宗就是1960年 第二宗就是2006年 那边是韩国人 韩国人导游 他是韩国頤导游 他也是韩国人 在这边表演给他客人在跑上跑下 对我们的神部都让他滚下来 他是 他过头真的滚下来 但是听有人说他死掉了 他被送去泰国内伤 这里都是石头人 送去泰国有人说他死掉 有人说他没死 但是我刚才看到他人跟我过 你认识他 他是导游 因为我们这边呢 刚刚发展韩国人 韩国人来很多 我们这边没有人懂韩语的 是韩国人 他就来这边读我们的历史 然后带他们自己演的团 原来这里曾经发生过意外 现在禁止攀爬是有原因的 其实我们在之前也说过 五哥塔庙的建筑楼梯 为何要如此的陡峭 有一层寒意 也是要我们专心谨慎 朝圣要有一颗谦卑的心 不过到东边这一面塔的阶梯 就没有那么危险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古时候 国王要亲自走的王道 当然是宽敞又雄伟 这个不倒了 这个楼梯一直封起来 就像以前开放上的 这里也不可以上 原生活佛柬埔寨之旅 还有什么精彩的内容 欢迎您继续密切锁定